《喪屍》是電影文化中一大類型 由1932年第一套喪屍電影《White Zombie》開始 至今80年來 喪屍電影歷久不遂 近年喪屍電影和劇集 更加是層出不窮, 港手歡迎 但喪屍不同其他鬼怪和外星人電影 並非純粹是一些民間傳說中的虛構角色 而是在一些科學文章中真實出現過的現象 今集《是非解密》就會講解一個 最被學術界廣泛討論的真實喪屍個案 以及解開人死後, 如何變成喪屍之謎 如果你是喜歡聽這些神秘得來 又有科學解密知識的節目 就請立刻按一按本頻道的訂閱鍵和通知鍵 你就不會錯過接下來更多精彩的節目 在通俗文化中的喪屍, 主要有兩大神秘特徵 第一, 喪屍都是由人死後再復活 而且有活動能力, 但沒有意識的個體 第二, 喪屍是會咬人的 然後被咬的人死後又會變成喪屍 好像是受到一種喪屍病毒傳染 關於第二點, 從學術界或醫學界角度 其實都不算太過神秘 因為在昆蟲界之中 就有一類喪屍真菌 可以寄生在昆蟲的中書神經系統裡 釋放一些化學物質 改變和控制昆蟲的行動能力 因而達到這些真菌的繁險目的 而被操重的昆蟲就好像行屍走肉一樣 失去了自我意志 成為喪屍真菌的生存工具 而人類也有機會感染狂軟病 也就是瘋狗症 也是被一種病毒感染的病 病人神經中書被病毒破壞 被感染的病人很多時都會出現暴力行為 不可自製的興奮感、恐水症 部分會肢體癱瘓、意識混亂 甚至喪失知覺以至死亡 狂軟病通常是被染病的動物咬傷後被感染 雖然醫學上並沒有人咬人傳染的紀錄 但是理論上是有這個可能的 所以通俗文化裡描繪的喪屍行為 很可能就是狂軟病的誇張化描述 成為電影或者小說裡的恐怖元素 至於關於第一點 喪屍由死人復活變成 就令到科學家感到非常疑惑 因為人死後復活 無論他還有沒有自我意識 就算以現今最頂尖的科學 仍然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如果世界上真的出現了真實的喪屍個案 都會均動科學界 真實喪屍個案 根據海地醫院的檔案 在1962年4月30日上午9時45分 海地首都太子港二筆54公里的一個小鎮 有一名男子走入當地一間名為史懷捷醫院求醫 這名男子叫做納西斯 他已經不舒服了一段時間 他覺得很虛弱 四肢中痛 而且發燒 還開始吐血 所以終於來到醫院求醫 經診斷之後 他需要立刻留院醫治 但他的情況急速惡化 出現了消化障礙 肺水腫 體溫過低 呼吸困難 和嚴重的低血壓等等症狀 在留醫第三日 即是5月2日的早晨 納西斯就被兩名醫生確認死亡 他的姐姐Mary也都在死亡證書上 印上手指毛確認納西斯的身份 並且在第二天就舉行葬禮 將納西斯入土為安 直到18年後的1980年 有一天 納西斯的妹妹Angeline 在街市買菜的時候 突然間有個男人走過來跟她說 我就是你哥哥納西斯 而且他還說得出 Angeline小時候 只有幾個家人才知道的花名 令到Angeline相信 這個男人就是18年前已經死了 和落葬的哥哥納西斯 納西斯跟著就說出 他這18年來的古怪經歷 他說他還記得 當兩名醫生宣告他死亡的時候 他聽到Angeline為他而哭 然後他感覺到有人把床單遮住他的臉 但是他無法動動或者開口說話 到他被搬入棺材 有人釘棺材蓋的時候 不小心把一口釘釘到他的臉 他還是全身都不能動 而且也無法出聲 他無法判斷自己在地底睡了多久 他只是知道 有一位當地的無獨教祭師 也就是海地人稱之為Boker的巫師 將他在墓地那裏刮出來 但是這位巫師會打他 而且用一條鐵鏈鎖住他 還用東西塞住他的臉 然後將他帶到一個大農場那裏 圍住他在那裏做了兩年的勞工 在這段時間 他不是記得很多東西 因為他已經毫無意志 好像活在一種昏迷狀態裡面 實在是一個行屍走肉的喪屍 之後他和其他勞工成功地逃走了 離開了那個喪屍農場 但是他都不敢回家 因為他曾經握走了他哥哥的一塊地 而他就懷疑就是那個哥哥 給錢請一位巫師 將他變成喪屍的 直到他知道這個哥哥終於死了 他才有勇氣回來找回自己的妹妹來相應 納西斯這個死後復活 又變成喪屍的故事 幾乎是毫無可疑之處的 再進一步問他小時候的一些生活細節 他都可以說出來 太子講Mars Klein神經心理學研究中心 也都確認 這名男子的確是18年前被宣告死亡的 那名納西斯 納西斯重新出現之後 又再生活了14年 到他72歲的1994年 他終於死多一次 這次他沒有再復活了 但是他的事跡就成為醫學界 第一宗有詳細紀錄的海地喪屍個案 納西斯的個案傳了出去之後 很多科學家都感到興趣 因為如果真的有一種方法 可以將人類暫時變成類似死亡的屍體 然後又可以將它復活的話 那麼現代的麻醉醫學 就會開拓一個廣闊的空間 甚至可以應用在未來的太空旅行裡面 令太空人進入長期的假死狀態 以應付數以十年計的太空旅程 而另一個謎題就是 那些海地巫師究竟用什麼方法 令到這些死後復活的人變成喪屍 失去了自我的意識 成為行屍走肉 成為為命是從的勞動工具呢 其中一位學者 哈佛大學的民族植物學家 哈佛大維斯 在1982年 就去到海地各處 拜訪了很多無獨教的巫師 並且跟他們買了 用來令人喪屍化的一些粉末 叫做喪屍粉 他將這些粉末在實驗室分析過之後 發現不同的巫師的粉末 都有不同的成分 有些就包含了磨碎了的蝦毛 有些就包含了磨成粉的樹蛙 另外還會有蛇、蜥蜴、蜈蜈、蜈蚣 或者是幽隱的成分 不過大維斯就發現 有三種成分 在不同的巫師的粉末配方裡面都有的 第一種就是磨成粉的人骨 第二種是會令人產生劇烈衡養的物質 第三種就是河豚毒素 而這些喪屍粉 並非是混在食物裡面 被受害人服用 而是暗中審在他的衣物 或者是塗在他身上 受害人接觸到這些粉末 就會感到非常恨養 繼而就會勾損自己的皮膚 而當中的河豚毒素 就會透過這些損傷的皮膚表面 輕易地進入了血管裡面 人骨粉的作用暫時未明 但是河豚毒素就是一種神經毒素 大部分雞鮑魚的內臟和皮膚都有這種毒素 而部分蟬鎚 即是俗稱的蝦毛 他們的皮膚也都有這種毒素 作為一種防衛 種了河豚毒素的人 會有以下的症狀 包括消化障礙 肺水腫 體溫過低 呼吸困難 嚴重血壓不足 皮膚痕癢 嘴唇發脆 以及身體癱瘓 嚴重情況就會造成死亡 納西斯在1962年入院的時候 他的癥狀 正正就是和以上癥狀一樣 而電影裡面經常描述的喪屍 都是爛臉爛皮膚的 這一點也可能和他們感到非常恆養 因而拗到皮膚爛煞而造成的 另外 有些曾經種過河豚毒的人也描述過 他們雖然全身無法動彈 亦都說不到話 但是意識是完全清醒的 和納西斯被宣告死亡的時候 他聽到妹妹的哭聲 以至被釘棺材蓋 直到舉人葬禮被埋葬 他的意識都是清醒的 那些海地巫師 又如何將這些已經被確定是醫學死亡的人 死而復生呢? 當地的巫師也都有和戴維斯透露了這個秘密 就是他們將受害人在墓地挖出來之後 會為他們吃一種由番薯、甘蔗糖醬 和當地一種叫喪屍黃瓜的水果造成的粥糊 令到他們蘇醒和聽從巫師的指揮 而當中的喪屍黃瓜經過分析 原來是屬於一種曼陀羅的植物 曼陀羅含有一種物質 會導致人精神混亂 產生幻覺和喪失記憶 而納西斯出現之後 他的棺墨被掘起化炎 也發現有這種曼陀羅植物的成份 而巫師要定期將這些藥物 給他們旗下的喪屍食用 令他們長期處於一種意識迷糊 但是又有活動能力的狀態 這樣就可以將他們賣給一些農場做牛做馬 替他們賺錢 而納西斯之所以能夠逃出這個喪屍農場 是因為他做了兩年的喪屍勞工之後 管理他們的巫師死了 沒有人再為他們吃一些喪屍藥物 於是他們漸漸回合自己本來的意識 記得自己的身份 他和其他的喪屍勞工 才有機會逃離那個喪屍農場 總括而言 海地喪屍是當地一些巫師 利用一種含有河豚毒素的喪屍粉 令受害人進入一種假死狀態 當受害人被埋葬之後 巫師又再用另一種藥物令他們騷醒 然後長期餵他們吃一些 令他們意識模糊和喪失記憶力的藥物 以操控他們成為行屍酒肉的免費勞工 這個神秘的過程被稱為sambification 喪屍化過程 亦都解釋了海地喪屍形成的神秘原因 戴維斯將他在海地的研究成果 寫成一篇名為 海地喪屍的民族生物學 並且在1983年 刊登在民族藥理學期行裏面 成為醫學界 研究海地喪屍最早和最詳細的報告 之後他亦都寫了兩本關於喪屍的科普書籍 包括1985年的The Serpent and the Rainbow 以及1980年的Pessage of Darkness 而第一本書The Serpent and the Rainbow 更成為同名電影的藍本 海地喪屍從此講為人知 亦都為日後更多各種的喪屍電影 提供了一個似乎是合理的科學解釋 海地喪屍與毛術 海地喪屍一般被認為是源自西非暴落的毛術 在南美殖民時期 殖民者由西非引入非洲黑奴的時候 同時在黑人社群之中 亦都引入了這種喪屍的毛術 亦都有學者認為 初期的海地喪屍毛術 是混合了加勒比地區原住民 泰洛族殺滿教的一些毛術 相傳當時一些農場需要大量的黑奴 農場主人為了防止勞工逃走 甚至反抗 亦都會借助牧師將他們喪屍化 變成一個個失去自我意識的人欲勞動工具 而海地本地人普遍都相信有喪屍的存在 通常都是當一個人觸犯了他們的親人 而親人又想報復 但是又不至於想置他們於死地 於是就出錢請牧師暗中將他們喪屍化 令他們沒有了自由意志和記憶 甚至被買去做喪屍勞工 海地醫學界都認為喪屍化症狀 是一種中毒的結果 更加估計海地每年有上千宗喪屍化的事件 海地的法例也都間接承認了 有喪屍化毛術的存在 早在1864年的刑法第二四六條中列明 令人陷入持續分碎狀態者 無論多久 若未造成真正死亡 以謀殺未遂罪論署 若受害人在被施以這類行為之後埋葬 不論其結果如何 行為人以謀殺罪論署 不過不是每宗喪屍化事件 都是跟毛術或者假死復活有關的 一些學者經過深入調查 發現不少的喪屍事件 其實是跟其他病患有關 包括不同的精神病 又或者是親人思念死者之情深切 而將其他人誤認為是死了的親人 這些非毛術的喪屍事件 就需要另外一集時間才可以跟大家講解了 善非解密是香港罕有以講解神秘現象 再加科學及理性解密分析的頻道 如果大家喜歡這類節目的話 請繼續支持善非解密的製作 除了like and share本頻道節目之外 更加歡迎加入善非解密Patreon 每月只是請小弟喝一杯奶茶的小費 就可以看Patreon每月讀響的 各種絲襪彩蛋短片 以及讀響每集節目的純聲音檔 隨時隨地收聽善非解密的節目 有你們的支持 就有善非解密 解決讓我告訴你